已經卸任的美國前總統川普 點評國際大事 又有驚人發言 利用無厄衝突一口氣批判領導人 美國前總統川普在佛州出席 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時 諷刺對俄羅斯的制裁完全沒用 不改囂張性格 因為在保守政治行動會議年度大會上 大約59%的受訪者 希望川普2024年代表共和黨 再拼總統大位 而總統拜登在烏克蘭政策 引起民眾非議 前國務卿龐培歐更批評拜登 沒有展示美國決心 有參與者更批評拜登 帶領美國走錯誤的道路 最新華盛頓郵報民調 更顯示拜登的滿意度 跌到37% 是上任以來新低 多數民眾更傾向改由共和黨 控制參眾兩院 拜登一號將會發表 國情諮詢演說 但如今烏爾局勢 加上通膨新高 名望低迷 恐怕影響十一月期中選舉的選情 今新聞邁豪里林立威報導